贸易战加剧中国国内投资已停摆人民币反弹难持续,中美贸易战加剧对中国经济与投资产生冲击贸易战致使外资果足。 美国媒体警告,在中国的投资正在萎缩,包括占据中国基建重要比例的公路和铁路投资。 瑞捡,中共官方对各种劣质借贷与网络借贷贷面压力保持警惕,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据中央社引述华尔街日报报道,在贸易紧张局势升温下,在中国的投资正在萎缩,基础建设是扭转局面的关键不过可能比外表看来更为棘手。 报道说中国政府不想极廉价信贷,注入经济来支撑成长,要知道这将有多困难,看看中国的公路和铁路,就可亏之。 一二中国是全球基础建设重达800磅的大猩猩,它的建设实力渗入流行文化。 灾灾难片,2012中人类靠中国打造的巨型船只,躲过海平面上升浩劫然而,近期中国基础建设几乎都停了下来中国地方政府,占有这样基础建设投资的大宗。 到目前为止集两种主要方式,筹集资金其中最普遍方式,一直是设立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BFV这些资产负债表外机构在金融危机后迅速增长。 当时这些地方政府被要求投资数十亿美元以振兴经济据报道说,中国中央政府去年起针对这样不透明的借贷展开严打并对庞大且可能的贪腐感到惶恐过去四个月,来LBFV债券资金进流出,就高达190亿美元。 最近这些日子,北京政府偏好地方政府透过现在合法的市政债券市场登记借贷,但问题是评级较低和较小城市,大部分被阻挡在外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因此,虽然中国7月市政债券竟发行,达3月的三倍之多但投资却依然放缓。 今年前七个月不含发电和加热的基础建设投资相较去年同期仅增加5.7%明显慢于2017年前七个月的19%增率中国一家西部国营企业精传债务违约,加深更多LBFV债券违约和公司债市场卖压,加剧的景象进一步伤害中国的投资,到最后大城市和省份透过市政债券筹集的所有现金, 将开始被过滤掉报道认为与此同时投资萎缩恐将更行严重增添北京政府压力以放宽借贷条件,导致人民币初期反弹走势难以延续这意味着中国的负债与国内生产毛额,DEBT-TO-GDP Ratio继去年小幅下降后明年可能再度回升。